所以刚刚我这边本来是用range 后来你想说,为什么 老师你为什么 就突然改成用sales 用range不好吗?当然也ok 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原来这个地方 比如说sales本来是5 那你会发现直接改k 这个其实改起来相对是比较简单 为什么? 因为sales里面都可以放数字 可是如果你今天你想说 老师你为什么不用range 因为你会发现如果用range的话 差异 马上看得出来 这个要改成g5 g5的话如果你要把它改成k的话 一样的问题 你变成说你要endk endk的话其实当然 对我们来写程式没什么差 对同学来说 我是觉得就容易出错 那不过还好啦 我是建议反正两个方法你都熟练 至于习惯用哪个方法 反正你只要写对都ok 那一样的道理 这个5因为 我要把它改成k k的变数 刚好5也是在 这个最右边 ok 所以呢 我们基本上也是一样 跟刚刚一样的话 把它delete掉 然后在双一号外面 空一格加上endk就可以了 ok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 结果也会是跟刚刚用sales 结果会一样 那为什么我会用sales 主要原因是因为 就不用 加一个endk 怕同学写错啦 那主要有些地方为什么我特别挑一个那个 为什么挑sales 主要原因是因为 真的就是说难易度啦 我觉得好像用range同学会比较容易写错 那这个 可能就是说 这要特别小心 尽可能你当然就是说 程式 避开那个比较容易写错 的部分 那你自然就不会有bug啦 不会有bug就比较不会 不会有挫折感 因为其实写程式最怕就是有挫败感 那尽可能就是说呢 如果你们遇到状况 可以再稍微注意一下 不晓得这个 这样的回答 有回答到那个 方域吗 还是说 你有 别的 地方还有问题吗 OK好 那最后的话 就会run一下我们看看 理论他应该没有 把它run一下 二班 班级执行一下 OK 好像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啦 所以你会发现 VBA他的 比较容易 有问题 你会发现 其实 程式的写法 千百种 每个人不一样的人写 因为他习惯的写法不同 所以他用的语法也不一样 那怎么办 其实我是建议啦 你就用你习惯的写法 反正你哪一种写法不容易出错 你就选那个写法 如果你目前还是不太知道说哪一种写法比较OK 不然你就先抄我的 没关系 只要不要写错 只要能够让你学得很愉快 那都是好方法 OK 千万不要学 就是特别去死背一些 你可能 这辈子都记不起来的方法 那是最累的啦 我是建议 尽量选一个 你又轻松 好气 不会做错 那种就是好方法 OK 大概是这样的 其实程式说真的 也不要刻意去抓牛角尖 反正呢 就是解决问题 因为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 不外乎就是 增加你的工作效率 因为 现在的数据增加的数太大了 都大数据时代了 所以如果你还在用旧方法 你可能缓不济及 永远没办法准时下班 OK 好那最后的话 就有同学 会问说 那这个地方以前 如果用函数的话 按一下 比如说一般 它就自动资料过来 你现在还要多按一下 那感觉好像多此一局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不要这个按钮 然后也可以做出我们要的结果 也就是说 不要按下按钮之后才执行 而是说 当这个储存格 什么储存格呢 就是当这个工作表里面的H2这个储存格 假设说它里面有改变的话 那我也去执行班级的这个程式 那该怎么做 这里顺便讲一下 因为同学刚好问到 所以我就 讲一下 那主要就是说你们可以在VideoBase里面找到 找到一个什么呢 它所谓的事件驱动 所谓的事件驱动 主要是针对哪个物件 那哪个物件 比如说我刚刚提到 当这个工作表 哪个工作表 这工作表的话就是什么 我们现在所在的工作表名称叫 序质1 这边刮物有个序质1 然后它就是一个序词 OK那这个序词 当它怎么样呢 所以 当它怎么样就点它两下 当它 它在哪 它在这里 它就是一个Worksheet 工作表 当它 后面它自动带出一个 预设的 SelectionChange 当它的选举区改变 不对啊 请你把SelectionChange这个事件 改成叫Change 当这个工作表里面有改变 的时候 所以 不是SelectionChange SelectionChange是选举区改变 那点下去之后你可以看到 它的物件名称就跑出来 物件在这里 视线 在这里 这个就可以去掉 这个叫做SelectionChange 那这一段就可以把它Delete掉 所以 你看一下 这一段不要 不要的话就把它Delete掉 那基本上的话 我们主要是要 在 这个 物件里面找到Worksheet的 SelectionChange 然后呢 做什么呢 判断一下 什么判 因为工作表 有非常多的储存格 那我只想知道说 当 H2里面有 Change的时候 所以 做一个逻辑 什么逻辑判断呢 当 Target 特别重要 这边有一个 叫做 参数 参数变数 Target 它就是透过什么呢 里面有个属性 属性叫Adress 也就是说呢 我要知道说到底这个储存格里面的哪一个储存格改变的话 所以呢 等于 H2的话 所以这边的话加一个H2 那这里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 它里面的固定规则 前后一定要加钱 符号 也就是固定位置 如果这个储存格是什么呢 如果是H2 它里面的资料变动的话 那我要做什么 所以这个逻辑判断主要是利用什么 利用当这个工作表 它Change的时候 然后它会回传告诉我 它哪一个工作表 哪一个储存格 那这个储存格 因为我主要是针对这一个 叫H2 如果它改变的话 那我要做什么了 我要去执行 刚刚班级按钮的这个 这一件 所以呢 我们程式不用重写了 我们只需要什么 在这边就呼叫什么 呼叫模组里面 模组里面有个班级 所以我在模组里面有一个sub 叫班级 那把它Ctrl C好了 那我再切回来 切回来这里 call它就可以了 呼叫它哦 意思就是说 如果 如果这个下拉清单 H2 有改变的话 那就帮我呼叫班级 意思就有点像是我已经 下拉清单 换了一个 里面的东西 那我 以前是要按下按钮之后 资料才带过来 那现在改成什么 不用啦 反正你这边里面改了 那我就自动去 扣班级 有点像帮你按下那个 班级按钮一下 的道理 是一样的 OK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来试一下 程式基本上都写完了 所以重点我们来看一下 1 本来在模组 切到sheets sheets1 这边 找到worksheet的change 当这个target 他里面的address 就是他里面的address是H2的话 那就呼叫班级吧 那再来的话我们来试 把这个按钮可以把它剪掉了 不要了 那试一下 2班 当2班有没有 H2里面本来有一班change 到2班的话 那就帮我call班级 OK试一下 有了有没有 扣班级 扣班级 也就有了 也就是说啦 如果你要达到像函数的类似的结果的话 说真的 也就不见得一定要用 刚刚那个方法 才能够达到 我们要的这个目的 而是说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那 特别注意 这个可能同学也比较会 找不到功能 或者写错位置的 蛮多的 所以特别注意 一定要从visual base里面 找到什么呢 序值 当然如果你有改过名称 当然名称你可能要看瓜虎里面 是不是在里面match worksheet里面的change 记得这边就是 把这个程式打上去 试试看好了 下拉一下 那没问题 这样子的话 就完成啦 OK 试一下好不好 画面再停止共用一下 OK